好 现在美国好多官员呢 好想要跟中国大陆来会晤 或者是谈谈 比如说拜登想跟习主席通话啦 那布林肯想访华啦 财长叶伦啊 联盟多也想访问大陆啦 但是印太沙皇 Kirk Campbell就说 拜登为中美关系来做努力 但是没有取得成功 拜登还想跟习主席来热线 但中方没兴趣 好 那最近又看到呢 美国副主席的华自强 访问香港 上海 北京等地方 当然就被说 是为了布林肯访华来铺路吗 另外再来看到 蔡英文啊 现在是因为呢 怎么样 因为拜登想要跟中国大陆来谈 所以呢 你处处碰壁吗 来看到第一个 3月29号的时候 他过境纽约啊 结果地主没有现身 然后呢 第一个公开活动的桥业呢 是新泽西的州长呢 莫菲夫妇来了 因为呢 他之前的时候 台湾这边 总统府的副秘書长张敦涵还说 这次过境美国的桥业 应该会蛮精彩丰富的哦 但是呢 来看到 民主党的这个纽约州长没有去 纽约市长没有去 然后呢 这些议员等等的没有去 然后呢 当然最近有一个新闻 说什么呢 他在当时的时候呢 有民主党领袖 杰弗瑞斯有会晤啦 那你看搞得那么低调 现在也没有相关证实 也是一个什么 被九星人出来写的 好 那另外呢 再呢 来看到哈德逊研究所的时候 3月30号的时候呢 给他颁奖嘛 然后呢 大家担心说什么蓬佩奥会不会跟他见面啦 但最后一刻也没来 另外呢 他回来的时候呢 要回程的时候 彭博社爆料说 蔡英文啊 在过境美国的时候 白宫也要安抚中国大陆 预定在雷根图书馆的演说 遭到取消 但是我们这边是说 没有 还在规划当中 我觉得目前来看啊 拜登一直想跟习近平会面 那坎贝尔说了一个大实话 就是中方没兴趣 我们用更简单的话来讲 就是拜登想见习近平 或是想跟习近平通电话 遭到冷遇 或者冷待 那我们要问的问题是在于为什么 美国人为什么不去想 为什么 为什么我一个大国的领袖 想跟你习近平通个电话 有这么难吗 想见个面有这么难吗 其实没有那么难 重点就在于你有没有诚意 你是不是一个言行如意的人 还是你跟我见面 只想框说骗 说谎当骗子 那如果是如此的话 真的没有精神跟时间陪你玩 所以我觉得目前来讲 拜登一直想跟中国大陆 建立起高层的对话的通道 我觉得确实有困难 那美国自己应该要想一想 自己长期以来 是不是一直是言而无信 说一套做一套 我觉得这样子真的会让对方 不觉得有必要跟你通电话 另外我还是不了解 叶伦跟这个雷蒙多 为什么要去中国大陆 你一方面把关税抬那么高 然后二方面又一直打压中国大陆 然后三方面又一直禁止这个禁止那个 限制这个限制那个 现在还要求日本 不是你国家 要求日本 台湾 荷兰 韩国 所有的半导体的制成品 或者是半导体的设备 甚至连原料都不准卖给中国大陆 那这样的一个做法 你还想去中国大陆 说我是一定要去中国大陆 讨我美国人的利益 那这个是岂有此理 大陆难道是笨蛋 呆子还是暖肉无比 随便你践踏的 如果是如此的话 你当然可以按照你目前所做的事 然后说我做了这么多的事 我现在给你交换什么 你要跟我再多买公债 这样的话我关税可以给你少一点 你要再跟我多买 这个牛肉 大豆还有石油 我再给你少一点关税 然后另外雷蒙多要去干什么呢 说你要怎么样让我的美国商人 在你这边更好的做生意 然后你要跟我再多买一些什么什么等等 我觉得有这么天荒夜谭的 岂有此理的事情吗 因此这两个人每天嘴巴讲 说我要去大陆 到今天已经三月了 眼看美国总统大选 已经准备再开打了 你看现在的川普的民调支持度 被司法破坏以后不降反升 当然司法破坏是共和党讲的 那也就是至少他被起诉以后 他的声望一下子狂飙 那现在把这个佛罗里达州的 这个州长的候选人 已经打趴在地上了 好 那目前来说 美国的选战已经开始在准备开打 那在这个开打的情形下 美国什么政绩都没有 拜登什么政绩都没有 而且还有可能会破产 那请问一下 在这个情形下 他想再打台湾牌 那他以为说 他打台湾牌买空卖空 就可以让中国大陆让步 那买空卖空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先高调的 因为你以为蔡英文对外的宣布 难道是蔡英文在那边做梦想 想象吗 不是 早就磋商好的 说他到了以后会有令人光目相看的 会惊讶的这些重量级的人来 然后说会到这个雷根图书馆要演说 然后还会有重量级的人来 这个通常在这个之前 双方都已经写得好放话 这叫做买空 就是对美国人来讲 我打台湾牌 然后我用这个东西来给你做交换 结果中国大陆不但不买单 军机也过来了 然后对美国的态度越来越强硬 其实中国大陆在释放出给大陆 给美国一个强大的讯息 这个讯息就是 你打台湾牌 你就一定会付出代价 而不是你打台湾牌 叫得这么高 然后再低调 说你看我已经对你试好了 那你再要给我一点好处 大陆不是蠢蛋 台湾牌是两岸的问题 不是你美国人的 台湾不是你美国人的工具 不是你美国人的附属的一个州 所以你打算把这个州 卖给大陆 它不是你的 它是两岸的 那在这个情形下 你想打台湾牌 你就必须要付出代价 别想拿台湾来做交易 拿台湾做交易 但是中国大陆 现在是会跟美国说什么 你不要以为你打不还手 我会骂不还口吗 这个秦刚已经告诉你 办不到 亮哥你怎么看 因为针对于蔡英文 这次行程都被讲说 好像这个拜登政府的官员 看来去跟他会晤的 真的蛮低调 也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大咖 另外来看到 会不会是因为 3月24号的时候 白宫国安顾问苏立文 就跟大陆中央外办的主任 王毅通过了电话 另外再来看到 通完电话之后 3月27号的时候 原本还有发布通知 说要为台湾总统过境美国 来进行简报 然后是由康达 亚太朱卿来简报 最后的时候 就有延期取消等等 那今晚后来有 再继续开 但是呢 27号的时候 科比发言人 也有讲了一个重点了 他说 美国的官员是没计划 跟蔡英文碰面的 好 另外再来看到 蔡英文这趟行程 会不会就只看到了 共和党的鹰派呢 因为他回省的时候 4月5号渴望跟麦卡锡 来进行会晤嘛 以及呢 这个中国特别委员会的主席 盖拉格来进行会晤 你最后那个也还不确定 对 还不确定 是传出来 对 刚刚介大使已经讲了啦 就是 现在媒体传出说 他有跟民主党 那个少数党领袖 那个Hakim Jeffery 有见面 对 这一位 可是 连这个民主党的少数党领袖 他的办公室也不证实 对啊 觉得是不是太怪了 这个非常诡异啊 非常的诡异啊 这已经不是民主党官员了 只是国会的少数党领袖 连这样也不证实 那当然也包括 哈德森事后只出示两张照片 对 那我认为啦 我认为他一定是被提出要求啦 说不能够立即 那个发表内部的内容 所以你现在没有看到完整的讲稿 对 都没有 譬如是中央社还要透过随行的 或者是总统府幕僚 转述部分内容用这种形式嘛 这个照理讲他应该 他自己的讲稿可以全文发布才对啊 对啊 又不是别人讲话是你自己讲话 为什么连这个都不行 这个我真的 真的难以理解啦 那连你自己的稿子都不能全文刊登 那更不要讲现场的互动 现场到底是 除了颁奖之外 有没有其他的聊天对话 都不知道 这个蛮奇特的啦 这个我坦白讲 我没有看过这样的情况啊 这个包括以前陈雪扁去纽约证交所敲钟 那马英九去德州还去跟那个 这个他去德州 然后去跟市长见面 然后这一次你也看到那个乔宴 那现场连纽约市长 有些州长都没有出现 对啊 地主都没到 对啊 那只来了一个 这个纽约州的州长 旁边的 隔壁州啦 因为这个地方我蛮熟的 我们学校也在这里 那克雷迪卡也在隔壁 他也没来 对啊 这个 我估计我们的外交单位 这个借纳士应该比我更了解 一定极坏 对 你跟我说这些人可能会来的 拼命在那边call 民主党的朋友 我就call民主党的朋友来嘛 你平常不是很听我的吗 没有啦 我自己夹的 我到现场好像有只有一位 对 就是就传出他嘛 这个 这位啊 少数党领袖啊 会晤啦 对啦 可是他们谈了什么 你也不知道 就不知道啊 就通通都没有啊 这个 所以这次确实让我 这个刚刚赖老师讲到一点就说 你这样还要说是坚若磐石吗 这个只是一个过境的外交 过境访问 而且也没有明显的这个官室拜访 你就受到压力 然后把它低调到这个程度 那我怎么可能想像 你在更严峻的情况你敢出来立挺 没错 比如说在国际组织提案 我们不要讲到出兵啊 那个基本是 那个太远 太远了 我们讲一些国际场合的立挺动作 我怎么可能期待你提案 他连WTO每次说起台湾都没有提过 他只是有零星的发言嘛 所以我认为这一次美国真的是 这个给人家感觉就是拜登急着 要跟中国大陆做和解 我只能这样解读啦 那什么事情让你会急成这样 就是说叶伦去布林肯去 你到底是想要得到什么 急着需要中国大陆帮你 这个坦白讲我除了美债之外 我真的想不出别的议题了 有什么议题是这么需要中国帮你的 这个我认为他一定 可能我们前面的判断是对的 就中国大陆即将做更戏剧性的动作 来卖美债 那就很大条了 你知道我的意思 比如说现在是8500 搞不好他未来在下半年 他就会卖到剩下6000元 有这个传说 对嘛 如果说这个是真的 那美国当然会惊慌嘛 就希望能够有所改善 因为目前看起来我就觉得 到底是有哪一件事情可以让美国 就急成这个样子 那急着要去化解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层面 就是因为你是执政党嘛 所以对民主党来讲他当然是 他表面上要有反中的姿态 可是他更希望能够掌握美中合作的好处 对啊 这样你才会得分嘛 因为你比抗中共和党 你比不过共和党嘛 对啊 因为他是在野嘛 在野他反中可以无限上纲嘛 对不对 他也不管你会有什么后果嘛 所以他就是觉得说 北国应该在美中合作要得分啊 要让美国人感觉到我有得分啊 不然你未来要怎么去跟 不管是川普啦 或者是其他的共和党候选人竞争 我觉得他可能渐渐想通了 那还包括俄乌战争怎么散了 是啊 因为摆明了麦卡锡就不给钱嘛 对 那你乌克兰怎么办 那你这样接下去到了下半年 搞不好变成一个烂坑 你到时候整个民主党都被你扯下来 看你怎么办 所以这个当然回归过来就是说 拜登真的是一个没有远见的总统 就他做很多东西有点冲动 那把他拉到很高啊 那事实上他没有能力善良 那他逐渐的 那当然也低估对手啦 就是说我认为这可能是 美国政治人物的通病 他们从来都认为美元就是 本来就是世界货币 那好像所有的机制都是该当 那个海外都应该成购多少 过去都是买了40%嘛 对啊 40跟60 那现在不知道已经点到哪里去了 对 因为你如果算现在实际的累积总量 只剩下三成 OK 那如果是新发的你要卖 我看你怎么卖 是 所以这个当然是 我认为美国人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坦白说啦 他就视为当然 想当然耳 如果你怎么可以不捧场 那连日本都开始犹豫了 那怎么会有其他国家 比如说法国卖的多凶啊 卖国 法国卖的比中国还多耶 所以我是觉得 这种情况他大概是第一次碰到啦 他真正的阿基里事件就是美元啊 对 美元真的是 遭到你刚刚讲的那些国际支付 护照的挑战也是一部分 美债也是一部分 然后他这个SWIFT的国际支付 开始越来越多人警戒 也是一部分 还有你的银行信用危机 大家开始撤出那个存款 也是一部分 通通都是美元体系啦 对 所以我觉得核心问题可能是这个问题 是 美元美债 这个还有包括了你自己银行体系 这些汉不汉不汉加起来都是 重创离美国的信誉 那尤其是美国自以为说自己呢 很有底气嘛 去呢 对俄罗斯啊相关制裁不会伤到你 但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说 也许短期间没有 但是现在长期的后果出现了嘛 大使你怎么看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 中美呢谁才是世界的 这个经济的一个很重要的引擎呢 中国大陆当然是如此 尤其是来看到 拜登最近呢展开投资美国之旅 想要欢迎外国企业投资美国的风范 但是呢家徒研究所说 美国拜登啊你高主保护主义 你到底要怎么吸引外资呢 但相反的大陆不一样了 大陆两场很重要的一个吸引外资 或全世界都在看的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还有呢这个有关于是博鳌论坛 习主席第一个在中国高层发展论坛的时候 他的谈话 他的说法 是丁薛祥帮忙转述的 他说要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那丁薛祥说呢要持续扩大市场转入啦 优化经商的环境啊 落实外企国民的待遇 好李强呢他在博鳌也说 中国大陆绝对不会透过战争掠夺等方式去实现现代化 反对滥用单边的制裁 好 IMF呢看好大陆经济啊 在一月的时候呢 他估计大陆经济增长5.2% 他是非常的保守 但是他也强调 乔治艾瓦说 中国大陆经济贡献会是世界三分之一 大陆GDP每增长1% 这会带动亚洲的经济增长0.3% 世界银行呢最新的估计也说 东亚跟太平洋这些经济增长率 大概从去年3.5回升到5.1 他也说中国大陆大概是5左右的一个相关的增长率 我想问一下大使你怎么看 其实讲经济问题 其实拿数字看就最清楚嘛 对不对 IMF的总裁讲的就很清楚嘛 明年中国大陆的 今年中国大陆的经济成长率是5.2% 比他原来还要再加码了 那美国自己 他们自己预测 今年的经济成长率是0.4% 我看一下这还是在那个 所谓这个 那个矽股银行 那个挤兑之前做的预测 矽股银行出事以后 现在美国的银行体系 111欲坠情况下 还有0.4吗 你觉得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东西 那你就是说 那你对于经济的预测 就影响你的经济行为嘛 你的投资也好 短期投资 甚至中期投资 你要到哪里嘛 就很清楚啦 而且 现在美国的本来经济投资环境已经不好 可是美国还是可以吸引大量的 你知道 美国还是吸引投资最大国家 还超过中国大陆 那它是吸引力是什么的 对不对 就是美元的那个投资环境比较安全嘛 这些都是属于我觉得都是 都是金融性质的投资啊 真的到美国去开工厂的有谁啊 美国工厂都搬光了 谁去成美国投资工厂啊 对不对 所以美国投资环境会因为你的金融环境不好 你的这个好美元的这个好 这个本未来的预期不好的情况啊 你美国的吸引投资 我觉得这一两年会有很大的问题 对 那你美债虽然有百分之 你现在有差不多 四到五%的 这种投资报酬率 可是你美元是不是能够支撑住目前的价位呢 对 还有就是说美国最近做了一些蠢事啊 就是把外国人的资产在美国乱搞啊 对把你没收啊 然后呢把你限制啊 中国大陆事实上他的国内投资是有受 这种所谓的金融性的投资啊 是比较少的 资本性的就就这种 资本转移的这种投资 这种这种服务业的投资啊 尤其金融市场投资 是比较不利的 为什么 因为中国大陆人民币的流通性跟美元不能比 好说到投资呢 来看到这一位 剑桥大学的高级研究员雅克他说 中国大陆已经实际上取代了美国的地位 成为全球投资者的领导者 然后呢跟中国大陆跟美国真的不太一样 最近来看到好多的这个企业高管都跟谁 王文涛会晤嘛 从库克啦等等 雀巢这些就是看好中国大陆经济发展啊 对中国大陆我觉得 我觉得那个丁薛祥讲那个好 给外企国民待遇啊 这不得了啊 这可见是多欢迎外资啊 那美国本来我刚刚讲 就是说大家都是金融性投资啊 为主还有就是把财产转移到美国啊 为什么 美国你转移一个一百一百万两百万美金啊 在美国买一栋大豪宅 对不对 住在那边舒服的很 全世界哪有这种钱啊 你现在一百万美金在台北买什么 在台北市买一个破公寓啊 对不对 所以是这种钱到美国很多 可是美国现在又拿外国人的财产 保障出现大问题 对 你这些 你哪一国家跟美国搞不好 他就把你那个国家人民的财产 在美国财产通通给你冻结了 对啊 所以美国事实上拿石头扎自己脚扎的蛮严重 好不容易用半强迫的方式 搞了几个制造业去 一个是三星 一个是台积电 搞了一个金片法案出来 还要分润 外国投资者在你那边赚了钱 还要跟你美国政府分润 这是哪一国投资政策啊 你跟中国的投资政策能比吗 人家都已经要到国民待遇了 你还把人家骗去以后 然后才把你那个底牌掀出来 原来是怎么 原来是开黑店的 对不对 然后还要说 你在我这边投资 然后呢 你在其他国家不能投资 十年不能加码 哇塞 这种投资条件 这个真的是 就像以前我们讲清朝末年的政府 也常常用四个字 叫蛮肝无能 这个美国政府现在对外籍 就是这四个字 蛮肝无能 所以美国基本上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说他怎么样跟中国大陆 在经济上 就是说 吸引到别的国家 对他的青睐嘛 所以现在你看 这个中国大陆 这个中国发展高层会议 主动邀请啊 Cook啊 对不对 Apple的啊 Apple是美国现在 现在是中国大陆是首要对手国 可是呢 你政府是一样 可是我对你企业 你Cook到中国来 你看看中国的老百姓 对他 还是当英雄式的欢迎 可见中国政府并没有像美国一样 散播商业民主主义 美国现在在搞商业民主主义 贸易民主主义 这是最伤 中国你看在中国大陆现在跟 在面临美国这么大的 这个贸易科技啊 还有甚至金融的这种 这种无理取 完全是违反国际法的这种挑战啊 中国大陆没有用商业民主主义 所以你看这些啊 不管是Cook来 然后美国像这个 像雀巢瑞士的公司 辉瑞世界第一大药厂 甚至美光都去了 邀请去 言为做上宾 然后告诉你 我继续欢迎你 在这个中国 大家都以为中国大陆 受到美国这样子 这种鸟气以后 也用贸易作为暴力手段 用经济作为暴力 就是说暴富手段 看起来是完全没有 所以我觉得这个 中美之间的差距 可能过去还要说 要等到2030年 我觉得看这个 就后疫情时代 还有就是说 俄乌战争的爆发 可能中国大陆这个经济影响力 还有经济本身的实力 可能超越美国的时间 我觉得足足要缩短三年 现在来看到 中美的经济环境 真的差太多了 刚刚大使特别说什么 美国叫三星 叫台积电去美国设厂 但是拿补贴等等的 但是台湾这边刘德英就说 我也要思考一下 这个补贴的相关的东西 对他们台积电很不利 然后影席业 最近跟戴琪会晤的时候 他还说 你们的晶片科学法案 提供什么 要我们要提供业界的过多的信息 包括什么呢 像是你还要教什么 不同晶片产能 还有预期收益率 等等这些相关的讯息 虽然让韩国企业也很不爽 我真的要拿你补贴吗 也要思考一下 我想问一下赖老师 但是不同的是 来看中国大陆自己呢 在发展自己的 经贸的这个自贸区 尤其是海南自贸港 要封关运作 什么叫做封关呢 其实就是让它怎么样 全岛变成个境内 关外的区域 就是一个免税的区域了 然后呢 大陆海南研究院的院长 王毅武就说呢 要一线放开 二线管住 岛内的进口商品 零关税是自由化的 一线呢 就是说海南自贸区 跟自贸港 跟全世界的联通 二线就是大陆 跟大陆国内的联通 一个是对世界 一个是对国内 零关税就是海南自贸 封关运作的一大特色 比如说进口游艇成本 能够降低38% 这些关税等等的 另外呢对外经贸大选 国际研究院的院长 桑百川也说 海南自贸港 会有自身的特色 跟香港 季州岛这些不一样 是中国特色的自由贸易港 其实中国在这方面 累积了一些经验 最主要是从上海 这个自贸区 发展起来的一个经验 当初要发展上海 有想过 怎么样能够让上海 成为一个自由贸易 的一个片区 在这里面生产制造 就是零料件进来以后 在这个地方生产制造 然后如果是 卖到中国大陆去的话 卖到中国大陆 那这个时候就要刻关税 可是如果它只在 上海这个片区 生产制造 但是卖到其他的国家 那完全不收关税 这样的情形 就使很多的国家 它愿意使用这个地方 做组装 或是做生产制造 因为这样的话 它就不用说 把这个关税 甚至在这个展览的时候 因为我们一般来讲 商品展览 你进来的时候 还是要有关税 但是在展览的期间里面 也都不用关税 但是如果你今天 展览外以外 然后是跟外国成交 假设我是一个比利时的商人 我拿我的工具生产机 我到了这个中国的 上海的展览厂 然后结果我是跟韩国成交了 那这个我最后的那个机制 我就不带回比利时了 我就直接把我那个展示用的机器 我就直接卖到韩国去 不用扣关税 但是如果是卖到 中国大陆去的话 那就要关税 这样的情形就使 很多的国家 它愿意更愿意来展览 因为它这样的话的成本 都能够节省 也就是说 我如果我现场展览的东西 能够卖走 我就不用再带回去了 运费就省了 因为等于是一次的运费而已 那现在把这样的一个 累积下来的经验 再把它扩充 那发展到整个海南岛 各位想想看 当它发展到海南岛的时候 是不是海南岛的本身的 它的进步工业生产制造的能力 特别他们为什么要谈到游艇 因为海南岛它是四面黄海 那它本身的造船工业 还有就是休闲旅游的造船工业 它本身更有腹地更有潜力 还有就是过去在发展这个自由贸易区 也就是说大陆内地的人到海南岛 可以去买免税的商品 那能够出去的话 那就不一定你要到巴黎到伦敦去买 那这样的话也鼓励 你巴黎伦敦或是其他的 像意大利的名牌的这些皮革 他们就可以到海南岛这边来卖 那就增加了双边之间的贸易 中国并不是一个 一直在追求贸易顺差的国家 它希望能够平衡 平衡是中国大陆它真正的目的 而它的行为也告诉你说 我这个不是口号 我这是实实在在的 我就是追求平衡 而不是我要追求贸易顺差 我觉得这个作为一个 14亿人口的大国 工业生产能力的大国 它现在要把自己发展成为 贸易金融的大国 那我们也看到它每一步路都 走得很实在 而且重点是在于 它很有效率 当他们决定了 法案很快就推 推了以后就开始招商 就透过各种这种展览的期间里面 不管是广交会也好 上交会也好 或是这次的博鳌论坛 他们就促成了很多笔的教育 我觉得这个就是有效率 实实在在的做事情 坦白说这是我们一直很羡慕的 因为我们台湾已经很久了 我们的行政 我们的政府坦白说 已经拉队拉得很久了 我们完全跟不上这个节奏 对啊 其实我身边有一些朋友说呢 他们想要去海南这边开公司 因为看到这个免税 真的是有很大的诱因 我们再看到下一张呢 来看到是说中国大陆的一个 它不怕你打压 你越打压它会越强的 我想问一下亮哥 因为说到晶片唯独 美国是现在看起来 比较成功的这一块 但是来看到最近呢 ASMO的总裁温比德 跟大陆商务部长王文涛 有进行会晤嘛 那王文涛也说 要维护半导体的供应链 王文涛也会见高通啊 苹果啊宝马这些 十个外企的高管 另外呢ASMO最近也有说 也许也要呢 交付超过一千台的光刻机 给中国大陆 意思就是呢 它呢在禁令生肖之前 还是会卖给中国大陆的 另外来看到是说 SEMI呢 国际半导体协会呢 它有公布说 2026年大陆的12寸的晶圆长产呢 会是全球第一 好那在当年的时候 2026年它估计 韩国会是第二 台湾是第三 好另外呢 重磅消息是3月31号 北京也宣布对美光 在大陆销售的产品进行 网路安全的审查 让美光31号股价 重挫了4.3% 为什么要对美光出手呢 因为美光啊被 大陆媒体说 一直都扮演的政治投机者的角色 也就是怎么样呢 你要游说美国政府嘛 另外来看到呢 他还说 也许呢 长江存储啊 这些36家陆器 被列入美国的贸易黑名单 也许美光就是抓耙子嘛 就是在背后呢 捅中国大陆的厂商 刀子嘛 另外来看到 大陆还说要对中兴华宏啊 华为这些入资的半导体厂 补贴无上限啊 无上限就是说 要克服美国的相关限制 真的出中手了 这个应该就是对成熟制成 要做国家更大力度的介入 这个事实上对台湾也有冲击 因为成熟制成台湾也有蛮多 制造厂也有IC设计厂 那冲击可能会蛮大 事实上我觉得2026 它那个估计啊 搞不好是 会比那个更戏剧化 比这个还要更戏剧化 因为有一些公司会倒啊 那倒了之后不是更集中 是是是 事实上价格破坏 本来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它就会集中度就会更大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要看 就是中国大陆到底未来要 怎么去做这件事 那ASML是这样啊 就是因为我认为美国 我还是给它对DUV的一个解释的空间 所以大概就是最高级别的那个部分 它不会再出口到中国大陆 我讲的是那个截止时间之后 那截止时间之后 大概DUV大概只有主要的最高的 它会停止出口 其他还是照卖 它大概会有自己的解释方式 那之前的话就是尽量卖 那订单不溯及既往 所以我觉得它大概就是要去传达这个意见 然后我认为中国大陆 其实对它的状况蛮了解的啦 坦白说那个 这个公司 它的重要的零组件是美国控制的 所以它也很无奈 被卡住 比如说那那个镜头就是蔡司镜片 那那个德国的嘛 然后它有一些啦 比如说那光刻胶 也是日本控制的啊 它有很多的重要零组件 都不是它能够处理的啦 所以我觉得它等于是 经过了好几个月嘛 那在中方跟美国之间 达到了一个平衡点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中国大陆也看到它的尽力啦 我觉得是这样啦 所以不止它的贸易部长 也包括公司的总裁 也包括它的总理 我觉得应该都是给中国大陆 传达同样的意见 所以我觉得未来 你还会看到韩国的半导体工厂 公司啦 就是三星跟海力士啦 未来也会有类似的挣扎啦 尤其这个镜片法案是直接冲着 韩国来的啊 我认为韩国这些大的公司这两家 以后搞不好就 选择不接受联邦政府补贴 因为对它没有意义嘛 比如说它拿到了60亿啦 然后中国的部分都不能扩厂 哪有人这样搞啊 因为它在中国大陆投资的部位极大 远远超过它在美国的投资部位啊 所以我认为它最后可能就两害相权啊 我就不要拿你政府的钱啊 美国政府的钱 那我要在保住我在中国的部分 还可以继续扩厂 这样的一个情况 美国常常去呢 以为说自己的能力很强 可以呢进行别人的长臂管辖 从刚刚讲的美元啊霸权等等的 到现在高科技这一块 美国的确是卡住了中国大陆脖子 然后呢也逼得美国盟友必须要站队 但是会不会搞了半天 其实大家要站的跟你不同队呢 大使你怎么看 因为呢包括了台积电刘德英就说 台积电是无法接受美国的晶片科学法案嘛 还需要跟美国商务部来沟通之后 才会提出申请补助 意思就是台积电不见得要拿你补助哦 然后呢尹锡悦最近跟戴琪就说了 就说你的晶片法案 有关企业提供更多讯息 包括呢晶片的产能啊 预期收益率这些信息 他就觉得说我们韩国好像也不 不太想要交这些东西 我也不想拿你的补贴啊 这个就是掉入陷阱中了嘛 你还不要陷更深嘛 你缺那个钱吗 拿美国人的钱条件那么多 这是什么投资法案啊 当初就是被骗去的 也不是就被逼去的 去了以后他挖一个更大的坑 你想想看美国开黑店 还要人家去投资吗 已经开了两次黑店了 你的让人家外国的资产 大量进入你美国 美国是这个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最大的国家 这个二次大战以后都是最大的 大家图你的 图你的这个美金的稳定啊 图你的这个私有财产源受保障啊 图有你的国家强盛啊 不会有什么大天灾人祸的啊 图你的怎么样 你的什么 你的这个保障私有财产的这种法律体系 跟你的思想 跟你的政治传统啊 就现在都不存在了啊 现在天天他们在想上 没收这个人的钱 没收那个人的钱 整这个整那个 你说那个郭文贵 他也是过去也相信美国体制的啊 他也到了美国法律保障 结果现在在哪里啊 现在随便安你一个罪名 或者随便说你逃了 你在美国一切财产归零 那他去骂谁啊 他才知道美国就这样国家 所以美国现在怎么样 已经到了一个怎么讲呢 演不下去的情况了 这就是强盗的本质已经出来了嘛 对美金过去还遮遮掩掩掩的 然后外国资产还遮掩掩掩的 我跟你讲下一步统统动手 你这些外国人 你这些外国资产 你都给我小心点 所以美国现在这个问题 就是说在好不容易 这个时候制造业回到美国了 结果呢发觉这些制造业 你看现在就拿什么制造业回美国 就两个厂而已 一个三星 一个台积电 都是被逼过去了 去了以后你看 他们就用这种方法对待这种外国厂商 谁还敢再去 可是美国人在乎吗 美国人就这样干 你以前反正已经到船 而且这个钱 一共510亿美军嘛 绝对本来就没有要给你这个外国厂商的 就搞一些条件 让你最后说 你没来申请 那你活该 对最后本来英特尔的老板 老早就讲了说 这是我们美国人的纳税钱 不应该去补贴外国厂商 老早就讲了 那现在这个就让你看得到吃不到嘛 我开的条件看你要不要 我觉得台积电的苦还没有开始呢 后面他就知道在美国 美国的政府有多难应付 这也是为什么连美国厂商都不要在美国投资的原因 所以我是觉得 你说美国现在的国家杀鸡取卵 然后呢不讲信用 这些部分真的就是这样 因为他现在在走下坡 这个本质就列 本质 那个所谓的风度也好 那一套的所谓的理想也好 那一套制度也好 基本上没有什么保障 说没有就没有了 那在这个情况下 美国的经济不会更糟糕吗 那回过头来 就是说我们刚刚谈 中国大陆手上那个8600亿美金的债券 其实我后来想想想 也不要全卖光 因为你要不然你手上也没有工具了 你这个 每次卖个1000亿 你看美国就有得谈了 对的确有8000亿啦 慢慢卖啦 卖得快一点呢 美国就紧张了啦 那所以来看到是说 美国现在跟中国大陆谁有底气呢 员 的